话说宝玉养过了33天之后 不但身体强壮 一且连脸上疮痕平腐 仍回大观园内去 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 甲云带着家下小厮做更看守 昼夜在这里 那红玉童众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 彼此相见多日 都渐渐混熟了 那红玉剑甲云手里拿的手帕子 倒像是自己从前掉的 但要问他 又不好问的 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 用不着一切男人 甲云仍种树去了 这件事但要放下 心内又放不下 但要问去 又怕人猜疑 正是犹豫不觉神 魂不定之际 呼听窗外问道 姐姐在屋里没有 红玉闻听 在窗眼内望外一看 原来是本院的个小丫头名叫嘉惠的 音答说 在家里 你进来吧 嘉惠听了跑进来 就坐在床上 笑道 我好造化 才刚在院子里洗东西 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 花大姐姐交给我送去 可乔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 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 见我去了 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 也不知多少 你替我收着 便把手帕子打开 把钱倒了出来 红玉替他衣物 衣食的数了收起 嘉惠道 你这一橙子心里到底觉怎么样 依我说 你进家去住两日 请一个大夫来瞧瞧 吃两剂药就好了 红玉道 那里的话 好好的 家去做什么 嘉惠道 我想起来了 林姑娘生的弱 时常她吃药 你就和她要些来吃 也是一样 红玉道 胡说 药也是混吃的 嘉惠道 你这也不是个常法儿 又懒吃懒喝的 终究怎么样 红玉道 怕什么 还不如早些儿死了到干净 嘉惠道 好好的 怎么说这些话 红玉道 你那里知道我心里的事 嘉惠点头想了一会 道 可也怨不得 这个地方难战 就像昨儿老太太因保育病了这些日子 说跟着服侍的这些人都辛苦了 如今身上好了 各处还完了院 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儿赏他们 我们算年纪小 上不去 我也不抱怨 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 我心里就不服 习人 那怕他的十分儿 也不恼他 原该的 说良心话 谁还敢比他呢 别说他速日殷勤小心 便是不殷勤小心 也拼不得 可气情闻 起现他 门着几个 都算在上等里去 仗着老子娘的脸面 众人道捧着他去 你说可气不可气 红遇到 也不犯着气 他们 俗语说得好 千里搭长篷 没有个不散的言习 尹号 谁守谁一辈子呢 不过三年五载 个人干个人的去了 那时谁还管谁呢 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 嘉惠的心肠 由不得眼睛红了 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 只得勉强笑道 你这话说的却是 佐尔宝玉还说 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 怎么样做衣裳 倒像有几百年的熬间 红遇听了 冷笑了两声 方要说话 只见一个未留头的 小丫头子走进来 手里拿着些花样子 并两张纸 说道 这是两个样子 叫你描出来呢 说着向红遇置下 回身就跑了 红遇向外问道 道是谁的 也等不得说完就跑 谁蒸下馒头等着你 怕冷了不成 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的一声 是其大姐姐的 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又跑了 红遇便赌气把那样子置在一边 向初替内找笔 找了半天都是秃了的 因说道 前二一支新笔 放在那里了 怎么一时想不 起来 一面说着 一面出神 想了一会方笑道 是了 前二晚上婴儿拿了去了 便向嘉惠道 你替我娶了来 嘉惠道 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她抬箱子呢 你自己娶去吧 红遇道 她等着你 你还坐着闲打牙儿 我不叫你娶去 她也不等着你了 坏透了的小蹄子 说着 自己便出房来 出了一红院 一进王宝钗院内来 当至沁方停盼 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婴婴从那边走来 红遇立住笑问道 李奶奶 你老人家那去了 怎打这里来 双引号 李婴婴站住将手一拍道 你说说 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戈尔与戈尔的 这惠子逼着我叫了他来 明儿叫上房里听见 可又是不好 红遇笑道 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了他去叫了 李婴婴道 可怎么样呢 红遇笑道 那一个要是知道好歹 就回不进来才是 李婴婴道 他又不吃 为什么不进来 红遇道 既是进来 你老人家该同他一起来 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 可是不好呢 李婴婴道 我有那样功夫和他走 不过 告诉了他 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 带进他来就完了 说着 主着拐杖一进去了 红遇听说 便站着出神 且不去取笔 一时 只见一个小丫头子跑来 见红遇站在那里 便问道 林姐姐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红遇抬头见是小丫头子 坠儿 红遇道 那去 坠儿道 叫我带进云二爷来 说着一静跑了 这里红遇刚走至风妖桥门前 只见那边坠儿引着甲云来了 那甲云一面走 一面拿眼把红遇一溜 那红遇只装着和坠儿说话 也把 眼去一溜甲云 四目恰相对时 红遇不觉脸红了 一扭身往横无怨去了 不在话下 这里甲云随着坠儿 威仪来质疑红怨中 坠儿先进去回明了 然后方领甲云进去 甲云看时 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三十 种着芭蕉 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梯领 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龙字 各色仙琴一鸟 上面小小五尖爆煞 一色雕露新鲜花样格扇 上面悬着一个扁鹅 四个大字 提到是宜红快绿 甲云想到 怪到叫宜红怨 引号 原来扁上是那样四个字 正想着 只听里面隔着纱窗紫笑说道 快进来吧 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 甲云听的是宝玉的声音 连忙进入房内 抬头一看 只见金碧辉煌 文章闪灼 却看不见宝玉在那里 一回头 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 从镜后转出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 请二爷里头屋里坐 甲云连正眼也不敢看 连忙答应了 又进一道必杀处 只见小小一张田七床上 悬着大红霄金洒花帐子 宝玉穿着家常衣服 撒着鞋 已在床上拿着本书 看见他进来 将书置下 早堆着笑力起身来 甲云忙上前请了安 宝玉让坐 便在下面一张椅子上坐了 宝玉笑道 只从那个月见了你 我叫你往书房里来 谁知接接连连许多事情 就把你忘了 甲云笑道 总是我没福 偏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 叔叔如今可大安了 宝玉道 大好了 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 甲云道 辛苦也是该当的 叔叔大安了 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 说着 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他 那甲云口里何宝玉 说着话 眼睛却溜丑那丫鬟 细挑身材 容长脸面 穿着银红袄儿 轻断背心 白铃系折裙 不是别个 却是习人 那甲云自从宝玉病了几天 他在里头混了两日 他却把那有名人口认记了一半 他也知道习人在宝玉房中比别个不同 今见他端了茶来 宝玉又在旁边坐着 便忙站起来笑道 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 我来到叔叔这里 又不是客 让我自己倒吧 宝玉道 你只管坐着吧 丫头们跟前也是这样 甲云笑道 虽如此说 叔叔房 李姐姐们 我怎么敢放肆呢 一面说 一面坐下吃茶 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 又说到谁家的戏子好 谁家的花园好 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志 谁家的酒席丰盛 又是谁家有奇货 又是谁家有异物 那甲云口里只得顺着他说 说了一会 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 便起身告辞 宝玉也不慎留 只说 你明儿闲了 只管来 仍命小丫头子 坠儿送他出去 出了一红院 甲云见四顾无人 便把脚慢慢停着歇走 口里一长一短 和坠儿说话 先问他 几岁了 名字叫什么 你父母在那一行上 在宝书房内几年了 一个月多少钱 共总保书房内有几个女孩子 那坠儿见问 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 甲云又道 才刚那个与你说话的 他可是叫小红 坠儿笑道 他道叫小红 你问他做什么 甲云道 方才他问你什么手帕子 我倒捡了一块 坠儿听了笑道 他问了我好几遍 可有看见他的帕子 我有那么大功夫管这些事 今儿他又问我 他说我替他找着了 他还谢我呢 才在横无怨门 口说的 二爷也听见了 不是我撒谎 好二爷 你记捡了 给我吧 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原来上月甲云进来种树之时 便捡了一块罗帕 便知是所在园内的人失落的 但不知是那一个人的 故不敢造次 今听见红玉问坠儿 便知是红玉的 心内不胜喜性 又见坠儿追索 心中早得了主意 便向秀内将自己的一块取了出来 向坠儿笑道 我给事给你 你若得了他的谢礼 不许瞒着我 坠儿满口里答应了 接了手帕子 送出甲云 回来找红玉 不在 话下 如今且说宝玉打发了甲云去后 一死懒懒地歪在床上 似有朦胧之态 习人便走上来 坐在床沿上推他 说道 怎么又要睡觉 闷得很 你出去逛逛不是 宝玉健说 便拉他的手笑道 我要去 只是舍不得你 习人笑道 快起来吧 一面说 一面拉了宝玉起来 宝玉道 可往那去呢 怪你逆烦烦的 习人道 你出去了就好了 只管这么微蕊 越发心里烦你 宝玉无精打采的 只得依他 晃出了房门 在回廊上调弄了一回雀 而 出志愿外 顺着沁芳西看了一回金鱼 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剑也试得跑来 宝玉不解其意 正自纳闷 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追了下来 一见宝玉在前面 便站住了 笑道 二叔叔在家里呢 我只当出门去了 宝玉道 你又淘气了 好好的设他做什么 贾兰笑道 这惠子不念书 闲着做什么 所以演习演习其设 宝玉道 把牙栽了 那时才不演呢 说着 顺着脚一进来至一个院门前 只见凤尾森森 龙银细细 举目望 门上一看 只见扁上写着肖香管三字 宝玉信不走入 只见香脸垂地 悄无人声 走至窗前 觉得一缕幽香从壁纱窗中暗暗透出 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 往里看时 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 每日家禽丝睡昏昏 宝玉听了 不觉心内痒将起来 在看时 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 宝玉在窗外笑道 为什么每日家禽丝睡昏昏 一面说 一面仙帘子进来了 林黛玉自觉忘情 不觉红了脸 拿袖子遮了脸 翻身向礼装睡着了 宝 玉才走上来要搬她的身子 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说 妹妹睡觉呢 等醒了再请来 刚说着 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 笑道 谁睡觉呢 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 便笑道 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 说着 便叫子娟说 姑娘醒了 进来自吼 一面说 一面都去了 黛玉坐在床上 一面抬手整理病发 一面笑向宝玉道 人家睡觉 你进来做什么 宝玉见她心眼微行 相塞带赤 不觉神魂早荡 一歪身坐在椅子上 笑道 你才说什么 黛玉道 我没说什么 宝玉笑道 给你个匪子吃 我都听见了 二人正说话 只见子娟进来 宝玉笑道 子娟 把你们的好茶倒完我吃 子娟道 那里是好的呢 要好的 只是等其人来 黛玉道 别理她 你先给我咬水去吧 子娟笑道 她是客 自然先倒了茶来再咬水去 说着倒茶去了 宝玉笑道 好丫头 若供你多情小姐同冤账 怎舍得蝶被铺床 林黛玉登石料下脸来 说道 二哥哥 你说石 莫 宝玉笑道 我何尝说什么 带玉便哭道 如今欣欣的 外头听了村话来 也说给我听 看了混账书 也来拿我取笑儿 我成了爷们姐们的 一面哭着 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 宝玉不知要怎样 心下慌了 忙赶上来 好妹妹 我一时该死 你别告诉去 我再要赶 嘴上就尝 腿上就长个钉 烂了舌头 正说着 只见习人走来说道 快回去穿衣服 老爷叫你呢 宝玉听了 不觉打了个雷的一般 也顾不得别的 急忙回来穿衣服 出园来 只见 贝明在二门前等着 宝玉便问道 你可知道叫我是为什么 贝明道 爷快出来吧 横竖是见去的 到那里就知道了 一面说 一面催着宝玉 转过大厅 宝玉心里还自狐疑 只听墙角边一阵 呵呵大笑 回头只见 薛盘拍着手 笑了出来 笑道 要不说一副叫你 你那里出来的这么快 贝明也笑道 爷别怪我 忙跪下了 宝玉争了半天 方姐过来了 是薛盘哄她出来 薛盘连忙打工 做一赔不是 又求不要男为了小子 都是我逼她去的 双引号 宝玉也无法了 只好笑问道 你哄我也罢了 怎么说我父亲呢 我告诉姨娘去 平平这个礼 可使得吗 薛盘忙道 好兄弟 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 就忘了忌讳这句话 改日你也哄我 说我的父亲就完了 宝玉道 白白 越发呆死了 又向贝明道 反叛操的 还跪着做什么 贝明连忙叩头起来 薛盘道 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 只一明儿 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 谁知古董行的成日星 他不知那里寻了来的 这么粗 这么长粉翠的仙藕 这么大的大西瓜 这么长一尾新鲜的寻鱼 这么大的一个 仙罗国进贡的 零百香薰的仙猪 你说 他这四样里可难得不难得 那于 猪不过贵而难得 这藕和瓜葵 他怎么种出来的 我连忙孝敬了母亲 赶着给你们老太太 姨父 姨母送了些去 如今留了些 我要自己吃 恐怕蛰伏 左思右想 除我之外 唯有你还配吃 所以特请你来 可巧唱曲儿的小马儿 又才来了 我同你乐意添和如 一面说 一面来至他书房里 只见沾光 成日星 胡思来 单聘人 等并唱曲儿的都在这里 见他进来 请安的 问好的 都彼此见过了 吃了茶 薛盘吉命人摆酒来 说有未了 众小丝七手八脚摆了半天 方才亭当归作 宝玉果见瓜偶心意 音笑道 我的寿礼还未送来 道先扰了 薛盘道 可是呢 明儿你送我什么 宝玉道 我可有什么可送的 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 究竟还不是我的 唯由我写一张字 画一张画 才算是我的 薛盘笑道 你提画儿 我才想起来 昨儿我看人家一张春宫 画得着实 好 上面还有许多的字 也没细看 只看落的款 是更黄画的 真真的好的了不得 宝玉听说 心下猜一道 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 那里有个更黄 想了半天 不觉笑将起来 命人取过笔来 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 又问薛盘道 你看真了是更黄 薛盘道 怎么看不真 宝玉将手一撒 与他看到 别是这两字罢 其实与更黄相去不远 众人都看实 原来是唐银两个字 都笑道 想必是这两字 大爷一时眼花了 也未可知 双隐号 薛盘只觉没意思 笑道 谁知他唐银果银的 正说着 小丝来回 冯大爷来了 双隐号 宝玉变之士 神武将军冯唐之子 冯子英来了 薛盘等一齐都叫快请 双隐号 说由未了 只见冯子英一路说笑 已进来了 众人忙起席让座 冯子英笑道 好呀 也不出门了 在家里高乐吧 宝玉薛盘都笑道 一向少会 老士博身上康健 子英答道 家父道也脱臂康健 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风寒 不好了两天 薛盘见他 面上有些轻伤 便笑道 这脸上又何谁挥拳的 挂了幌子了 冯子英笑道 从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儿子打伤了 我就记了再不悟气 如何又挥拳 这个脸上 是前日打围 在铁网山叫兔狐烧一翅膀 宝玉道 几时的话 子英道 三月二十八日去的 前二也就回来了 宝玉道 怪道前二出三四二 我在沈氏兄家父席不见你呢 我要问 不知怎么就忘了 但你去了 还是老士博也去了 子英道 可不是家父去 我没法儿 去罢了 难 道我嫌疯了 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 寻那个苦恼去 这一次 大不幸之中又大幸 薛盘众人见他吃完了茶 都说道 且入席 有话慢慢的说 冯子英听说 便立起身来说道 论理 我该赔饮几杯才是 只是今儿有一件大大要紧的事 回去还要见家父面回 时不敢领 薛盘宝玉众人那里肯依 死拉着不放 冯子英笑道 这又齐了 你我这些年 那回儿有这个道理的 果然不能遵命 若必定叫我领 拿大杯来 我领两杯就是了 众人 听说 只得罢了 薛盘直呼 宝玉把斩 针了两大海 那冯子英站着 一气而尽 宝玉道 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 说完了再走 冯子英笑道 金儿说的也不尽性 我为这个还要特制一东 请你们去细谈一谈 二则还有所肯之处 说着指手就走 薛盘道 月发说的人热辣辣的丢不下 多早晚才请我们 告诉了也免的人有疑 冯子英道 多则十日 少则八天 一面说 一面出门上马去了 众人回来 依习又引了一回方散 宝玉回 至远中 习人正记挂着他去见贾政 不知是祸是福 只见宝玉醉醺醺醺的回来 问其缘故 宝玉依依向他说了 习人道 人家牵肠挂肚的等着 你且高乐趣 也到底打发人来给个信 宝玉道 我何尝不要送信儿 只因逢世兄来了 就混忘了 正说 只见宝钗走进来笑道 骗了我们新鲜东西了 宝玉笑道 姐姐家的东西 自然先骗了我们了 宝钗摇头笑道 佐尔哥哥道特特的请我吃 我不吃 叫他留着请人送人吧 我知道我的命小福 不 不配吃那个 说着 丫鬟倒了茶来 吃茶说闲话 不在话下 却说那林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 一日不回来 心中也替他忧虑 至晚饭后 闻听宝玉来了 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 一步步行来 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 自己也便随后走了来 刚到了沁方桥 只见各色水琴都在池中浴水 也认不出名色来 但见一个个文采炫耀 好看一场 婴儿站住看了一会 再往一红院来 只见院门关着 待遇便已手扣门 谁知晴文何必痕正办了嘴 没好气 忽见宝钗来了 那晴文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 正在院内抱怨说 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 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 呼听又有人叫门 晴文越发动了气 也并不问是谁 便说道 都睡下了 明儿再来吧 林黛玉素之丫头们的情性 他们彼此玩耍惯了 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真是她的声音 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 所以不开门 婴儿又高声说道 是我 还不开门 晴文偏生还没听出来 便使性子说道 凭你是谁 二爷吩咐的 一 该不许放人进来呢 林黛玉听了 不觉气争在门外 但要高声问她 逗起气来 自己又回思一番 虽说是旧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 到底是课边 如今父母双亡 无依无靠 现在她家一妻 如今认真淘气 也绝没去 一面想 一面又滚下泪珠来 正是回去不是 站着不是 正没主意 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 细听一听 竟是宝玉 宝钗二人 林黛玉心中一发动了气 左思右想 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 毕竟是宝玉挠我要告她的缘故 但指我何尝 告你了 你也打听打听 就挠我到这不田地 你今儿不叫我进来 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 越想越伤感起来 也不顾苍台路冷 花静风寒 独立墙角边花音之下 悲悲七七乌烟起来 原来这林黛玉 丙绝带滋容 据西是俊美 不欺这一哭 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 素鸟七鸭一闻此声 巨特愣愣 飞其远壁 不忍在听 真是 花魂默默无情绪 鸟梦痴痴何处惊 因有一首诗道 平儿才貌是映兮 独抱忧方出秀归 乌烟一声油未了 若花满地鸟精飞 那林黛玉正字 啼哭 呼听之楼一声 愿门开楚 不知是那一个出来 要知端的 且听下回分解